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沒門官方頻道 功夫主廚到你家的系列 讓你在家也能做出一道功夫素食的料理 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就我所知我們英豪師兄是我們高學歷的 他讀到化工博士那時候讀到的領域是什麼 那時候讀的領域是奈米科技 奈米科技 那應該是現在非常主流的學問 那時候怎麼會 想要來跟著李鳳山師傅學習功法呢 基本上我是從小就對中國武術非常的好奇 那我記得我剛來的那個時候 師傅常常上電視接受採訪然後表演 所以我那時候就知道李鳳山師傅 是我們國內一個很知名的氣功大師 那有一次我在書店無意中翻到師傅的著作 那我覺得師傅的著作有一個很大的特點 吸引我就是 師傅用這種很潛行易懂的文字 去描述人生很深奧的哲理 所以我那時候就醞釀要來教室報名上課 其實我那時候一開始我剛來的道場 煉功的時候 那時候台北的第一家 我們煤門的第一家餐廳 叫煤門客棧 那時候就主動報名說可以去餐廳拍個班這樣子 對 師傅非常大膽的 從完全沒有經過廚房的 訓練成到現在已經是一個專業的主廚了 那主廚我們今天要來介紹什麼菜色 今天要介紹的叫做 番茄酪梨拌麵 那我們選用的番茄它是黑式番茄 因為黑式番茄它經過熬煮之後 它的味道會比較濃郁 跟其他品種的番茄 不能用牛番茄嗎 用牛番茄也是可以 但是它跟麵拌起來之後 它的味道會比較不足 少了那麼一點番茄的這個濃郁感 師傅教我們煮菜有個理念就是說 我們所用的調味料基本上還是秉持 古人的這個最基本的這個油鹽醬醋 最基本的這幾個調味料 所以我們烹調的火候如果到位的話 基本上我們會把食材它的原本的味道給呈現出來 所以我們所要用的調味料基本上就不用那麼複雜 那吃下去之後對人體的負擔也相對的不會那麼大 所以我們盡量單純化 就跟我們師傅普傳的這個平甩工一樣 我們秉持著這個平甩工的這個道理 對 所有事情都把它單純化 所以其實這方面師傅都非常的要求我們的品質 而且要追求原味 是不是請我們硬豪師傅準備來示範一下呢 好 那我首先要處理的是番茄 我們再加料理的話其實秉持一個概念就是說 比較需要火候熬煮的食材 我們通常都是擺第一位 那它在熬煮的同時我們也可以去處理其他食材 好所以我這道菜來講我會先處理這個番茄 那這個番茄的大小呢我們大概切大概1.5x1.5公分左右的大小就可以了 好那為什麼會切這個規格會稍微小一點 因為你食材切小的話你烹調第一個 烹調也容易 那第二個就是我 吃下去入口的時候也比較好咀嚼 好那就像我剛剛講的因為番茄它比較需要時間去熬煮 所以我們就直接就先下鍋 好 好那處理的同時我們再來處理這個酪梨 那這裡呢我會加 五大匙的這個橄欖油 我們今天大概是做幾人份的菜色呢 今天做的份數大概是3-10人份 對 今天示範的是用橄欖油 那大家應該知道其實橄欖油在我們的食用油裡面 它的發煙點是比較低的 好所以我們只要油只要稍微一熱 我們就把番茄下下去 一般來講所謂 發煙點比較低的油基本上它是比較不耐高溫 因為它如果在高溫的時間太長它容易產生質變 那在炒番茄這一道呢基本上我們 熱油下番茄之後 我們把番茄的香味炒出來之後就可以直接加調味料 那我們的調味料很單純就是醬油跟鹽巴 好 那現在番茄有香味了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加醬油 醬油要加多少 好 醬油大概兩大匙 兩大匙 好 加少許的鹽巴 鹽巴大概一茶匙左右 一茶匙 對一茶匙左右 加了調味料炒香之後我們接下來要做重點的動作 就是我們會加水蓋鍋燜一下 是 要加多少水呢 這個水基本上就是醃過番茄本身大概三分之一高度的位置就可以 好 加水然後蓋鍋燜 好 大家知不知道傳統的中國的鍋子 是半圓形的 對 通常鍋蓋 鍋蓋也是半圓形的 所以蓋起來剛好是個圓 那我加水蓋鍋燜 它水蒸氣在裡面剛好產生一個 一個圓形軌道的一個循環 很像太極的感覺 對 它只要一滾我們就把它火存到最小 基本上它只要維持一個基本的滾動 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接著來處理這個酪梨 那今天的酪梨量我們大概一顆的量就可以了 好一開始我們就先 先劃個兩刀 好到時候我們削皮的時候 它也比較好削皮 酪梨基本上它是一個富含 植物性油脂的一個蔬果類 因為油脂在我們人體的角色 它是屬於保護我們的五臟六活的一個角色 對 那我們現在切成多大的大小 因為我們這個番茄酪梨拌煉 酪梨的話我們待會用這個 果汁機 會把它 打成泥 我們在 打之前我們會加點橄欖油 大概加多少呢 大概兩大匙左右 加橄欖油的目的主要是它均勻打成泥之後 它的這個味道也會比較濃郁 我們也會加一點鹽巴 去提它的這個味 鹽巴大概二分之一茶匙左右就可以了 好 煮熟這樣就可以了 那準備打了 好 好 好那這個時候番茄也熬煮到一個 相當的程度 好那我們就先把這個剛剛這個番茄的這一鍋 先把它移開 酪梨打成泥之後 我們還是要在這個鍋子上面 稍微讓它煮滾 看起來很濃稠 對 好就是煮到它表面有微微的滾動 其實就可以了 OK 好 這個動作就是 主要是確保它 比較耐放不會變質 好那因為只是煮滾的動作 好那它現在也已經 滾了 它只要滾了之後我們就把它移開 這邊是 已經煮好的這個麵 那這道菜因為基本上它的這個醬 它拌起來是屬於比較稀式的口味 在大家如果在家裡做這道菜的話 所用的麵 用比較稀式的麵 像通心粉啦 義大利麵的效果會比較好 對那麵煮好了要準備拌麵 對 那我們首先呢 我們先把這個 酪梨醬 我們先淋在這個麵上面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 把這個熬煮好的番茄 接著淋上去 那這是醬料的部分 除了這基本的這個 番茄醬跟 酪梨醬之外 我們可以稍微撒一點松子 松子跟這個酪梨醬的這個 基本上的味道其實還蠻搭配的 因為它是稀式的拌麵嘛 最後再加上我們橄欖 對 我們再稍微加點這個黑橄欖 這個色彩的層次會稍微豐富一點 那最後呢我們會用一個薄荷葉 把它點綴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最重要的試吃時間來了 我們來趕快來試試一下成品 其實我覺得它的 酪梨非常香 可以吃到好像 橄欖油的那個香味 好吃 梅門各餐廳的資訊 還有梅門需要房 就是你今天看到的各種 生鮮的食材 都可以在梅門需要房買得到 那至於我們餐廳跟梅門需要房 資訊在哪裡呢 都可以在我們影片下方的資訊欄 點開來就找得到 那也歡迎大家一定要 訂閱按讚我們梅門官方的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要幫我分享出去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